我們有請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岑梓傑 用廣東話去為我們讀出今晚的宣言 我想更正少少 廣東話就是中文 所以我是用中文來讀我們今天的宣言 今天是2019年6月26日 G20峰會的前席 在現代社會 民主和自由的價值 是不用侵犯 香港市民在30多年前 已經要求政制民主化 自1997年 香港的主權被移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手上 在中英聯合聲明的基礎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向全世界承諾 香港可以擁有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 基本法承諾我們香港人可以在07、08年實行雙普選 但是最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語反義 為杯承諾 同時加強對香港的干預 一直以來 我們香港人都堅持普選 要求還政於民 可惜我們和民主的制度越走越遠 而一國兩制的承諾 在短短的22年之間 已經所遇無幾 在引渡條例修訂的過程當中 中聯辦更加明目張膽地 直接干預我們香港本地立法的事務 踐踏一國兩制的樂意 今年鄧區政府強行修訂這個引渡條例 意圖令到所有身處在香港的人 不論他是香港的市民 還是外籍人士 都有機會被移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其他人權和法治程度較差的地方進行審訊 這樣是等同摧毀香港現有的人權和法治的保障 摧毀最後一度保障自由和安全的防火牆 在香港缺乏民主的政制底下 政府強行通過這個惡法 香港人勇敢出來全力去抵抗 先後觸發了我們103萬 甚至200萬人上街遊行 在抗議的期間 有市民更加被警方使用不合理的致命武力鎮壓 在多日以來 我們的政府只是口頭上的道歉 實際上 它是繼續無視市民的訴求 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我們要求的不是暫緩 是撤回惡法 我們要求是切施報道定性 我們要求是切查警方的陣營 切查警方陣營 各位市民 適逢各國的領袖 將會在大阪 進行這個G20峰會的會議 我們香港的市民 希望各國的領袖 包括習近平 希望他們在G20會議的期間 回答香港人的問題 好 香港人 值得有民主嗎 值得 香港人 應有享有民主自由嗎 應該 香港現在可以落實 實質正民主的制度沒有 可以 世界各地的朋友 相信你在媒體 網絡等等的途徑 知道我們是香港人 為了自由而努力 而去堅持 如果這個引渡條例一旦通過修訂 無論你是來香港旅遊 讀書經商 甚至乎你只是經過香港 都有機會受到不公平審訊的威脅 如果大家 是認同民主 自由 人權 法治 等等的普世價值 我們希望大家 在G20峰會的期間 和香港人一起發聲 一起公同捍衛 每個人 不容侵奪的權利 加油 華國自由 華國自由 我要真普選 我要真普選 還我自由 還我自由 我要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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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家宗宗 宗家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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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有很多 要真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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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真普選